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上吃饭正好跟我一个好朋友在聊科幻小说 我聊完了以后我特别自卑 因为我没怎么看过科幻小说 我原来很小的时候看过叶永烈写过一些什么 还有什么小灵通 这些可能现在都没了吧 现在科幻小说我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了 我们聊了半天就是说 科幻其实是打开人的思想 打开人的创造力 激发人的创造力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 这种体裁 科幻小说以及科幻作品 我们还聊在 我这个朋友 昨天我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朋友 他也在做出版 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在社会上名声很大 他从小到大一直在 现在他也四十多岁了 但是还在不断地在阅读这种科幻小说 他每天都在进行一些终极思考 比如说蚊子盯了你一下 然后你的体重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比如说英国是靠右行驶 法国是靠左行驶 但是英法之间的隧道 这个隧道之间到底是靠左 就是开玩笑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脑子非常好使 他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 创造了非常有效的这种成绩 所以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这样的 就是科幻小说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有重大影响 而且这个影响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 我们还聊到科幻小说让人 给人的一个最大的帮助 能够帮助人理清一个 认清到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时间 因为你是幻想 你是在幻想你之后的事情 将来的事情 外太空的事情等等 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时间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 一个人 我想一个在公司的这个小格子里边 碌碌无为的一个白领 如果他能够考虑到 或者说一个学生 就一个每天被沉重的负担 这个学业负担压得快垮的一个学生 如果他能够想到时间这两个字 认认真真去琢磨这两个字 我想他的整个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会打开 然后这种打开所带来的可能是 对他以后的这种创造性的激发 而不是仅仅限制在自己这个小格子里 小课桌里 自己的三本语文书 五本数学书里 这是我们昨天聊的 所以我坚决支持你看科学小说 再不影响读 不影响考试的情况下 谢谢老师 那您再给他推荐几本书 他也有这个呼声 刚才说到了 哎呀 科幻小说 不一定局限于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我原来自己编过一个 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司令员 自己写的一个关于 就是我们的神五神六怎么研制 以及整个的发射过程 那个不是科幻小说 但那个书要说起来是挺专业的一本书 可我自己看的津津有味 那里边 我觉得那个也算贤书 因为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去从事卫星发射这样的事 太空飞船这样的事 对我来说它纯粹是贤书 但那个书很好看 我猜你如果喜欢看科幻小说一定会喜欢那个 还有什么书呢 还是看看文学吧 我们这种搞文学的人很需要看文学 看看 看看唐诗宋词总是可以看的吧 桃月情操 你读完唐诗宋词你会觉得科幻小说更好看 读完课幻小说以后再看 再读唐诗宋词可能又会比原来理解的更深刻一些 我来补充一句 杨老师是一个特别资深的出版人 编过好多好多咱们觉得很著名的作家的书 比如说像王安逸 像阿诚 还有我特别喜欢的安妮宝贝 都是他编的 那您觉得从您列出来这么多名单里 您给他们推荐推荐 适合这个中学生读的都有哪些人的书 都挺适合的 中学生都该看这些书了 他反正肯定里边没有色情小说 也没有暴力 这些都挺好 都是很好的那些能够讨野情操的东西 看完了以后 你至少会觉得人与人 原来人与人之间感情还这么复杂 你下次可能就跟人相处的时候 就会更珍惜一些 比如说一个人对你这种很细微的一些 奄然一笑这种 你原来不在乎 但是你看了这些文学作品 你会觉得它的背后还有很多很多故事 因此而重视这些美好的东西 文学总是陶冶情操的 好多作品总是陶冶情操的 但是写的 我建议是这样 就读弦书 有一个最大的推荐是尽量读一些 已经有了好评的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我不去那种 从头开始筛起 说今年五月份 全中国出了十万本书 我把每十万本书每本 他来看看哪本好看 我再不做这么傻事呢 我先看看周围的 我比较信赖得过的 比如说我会很欣赏马宁 主持人马宁 马宁他说他喜欢看一本书 那至少有一个人同意了 这本书可能他是 有可能就是我所喜欢的 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说 明记南略 明记北略 他从古到今已经有很多 很多人很多人推荐了 还有鲁迅老师也推荐过了 鲁迅老师给许受伤的儿子 一共推荐了七种书 其中就有明记南略 明记北略 那这些都是很多人都推荐过的 筛选过来的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 他有一个起码的保证 所以我想我们再看 像刚才马宁问的 说王云 阿诚 至少他能够变成了 当今中国最一线的这些作家 安妮宝贝 有那么多人在喜欢他 一定有喜欢他的道理 包括郭敬明老师 我觉得也有一定 也一定有他的道理 尽管我个人很不喜欢 但是他有那么多人喜欢 那也去看看 也肯定有他的道理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咱们来筛选这个 所谓信得过 有口碑的书 是只能是一些专家 学者的推荐的 还是说你身边很多朋友推荐 或者是你看网上这个东西 比较火 就可以认证是好书 我个人的经验是 我从来不看 我从来不看所谓的专家 因为那些专家 他在我眼里不是专家 比如说北京大学教授某某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某某 那些人可能都是我同班同学 我知道他们的几分几两 所以我就知道那些专家是怎么来的 我不看那些专家 因为那些专家都很可疑 但是它并不意味着 所有的专家都可疑 比如说我信赖的专家 好比说我刚才说了 鲁迅老师是我信赖的专家 那鲁迅老师推荐的书 我一定好好读 比如说蛮临是我信赖的专家 就蛮临推荐的书 我一定好好读 就我的个人的经验是这样 就是一条是 我看那种 我身边我信服的人 他们推荐的书 还有我信服那种 就是比如说它是一本 汉朝的书 本身我在此时此刻 能够读到汉朝的书 它已经穿越了 穿越了这么多年下来的 一定有它的道理 就是时间推荐给我 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个科幻小说 就是一本汉朝的书怎么到了今天你这儿 穿越 还是现在最流行的穿越 至于网上的那些推荐就更 不值得看 我认为 因为它第一 网上 谁在推荐 就比如说 网上经常是得来的是一些数字 说百度搜索 那个 郭敬明搜索了 一千万条 搜索马宁 十万条 但是 郭敬明我不认识 我不熟 但是他小说 看我不怎么样 然后比如马宁老师 我还算比较熟 他的趣味 我比较认同 好了 那我 我认同马宁的 那这跟你网上搜索 有什么关系的 没关系 最后选择的马宁不是国经理 还是别老拿我来举例了 咱们来说个 就是 普通观众 他们该怎么选书的问题 因为比如说我 我很认同您 您呢 刚好也是我心目中的专家 这就符合您说的两个条件了 自己信赖的专家 但是好多好多年轻人 他们并不认识任何一个专家 那他们怎么去选书 不是最可 就是最好的途径 就是去看网上的一些数据吗 不是 我也是从一个专家不认识开始的 但是总是有刚开始 学课本开始 从小学课本的时候就开始 你至少开始慢慢知道 司马迁老师吧 知道鲁迅 这些东西你慢慢读 你从小学课本里边 必读书里边 总是会挑到一些自己喜欢的 李白 杜甫 一直到叶盛陶 什么朱自清 这些都应该是在小学 中学课本里边完成的 我原来曾经说过 我自己的阅读经验 是有点叫做顺藤摸瓜 就是我可能最早 我会在课本里边发现 鲁迅这个人写的文章很好看 或者我们不拿鲁迅了 鲁迅太普遍化了 就好比说 鲁迅太不像贤书了 就好比说我在上中学的时候 应该是 看汪曾祺的小说 在课本里边有选的一篇散文 贾平蛙的一篇散文叫丑实 汪曾祺的那个 我忘了选的是哪个了 我就觉得这两个人写的东西 我都喜欢 我就慢慢开始去找 这两个人的书去看 然后我就可能看到 贾平蛙 他特别特别佩服的一个人 叫孙黎 那我就又去找孙黎的书 然后可能汪曾祺 又特别推荐一个人叫阿诚 我又去找阿诚的书 就这样 总是这样 你顺藤摸瓜顺藤摸瓜 慢慢时间一长了 你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阅读的一个氛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会慢慢树立起自己的一些阅读的 找到自己的一些阅读的趣味 并且你把这些趣味加以简别 你的读书 阅读读书会越来越深入 就是这样 其实是一种关联匹配 对 渗通摸瓜 那您怎么看 现在有一些卖书的网站 他就会选了一本书以后 他说喜欢这本书的人还喜欢什么 然后给你搭配一本书 觉得靠谱吗 一般搭配的 这个也是前两天正好有一个记者采访 我说到这个问题 就是那是人家给你搭配的 你选不选择全在你 你选择了你就认 就像我们看世界杯 你认赌服输 就是你选择了 你认为这个是我喜欢的 你就买了 买完了 看完了 可以喜欢 可以不喜欢 但你不能因此就骂说 我又上当 这个人太孙子了 什么这种 就没有意义 对 还有呢 就是 还有就是好多人问说 畅销书排行榜 值不值得幸福 我说它是有两个 这里面包含两个问题 第一 畅销书排行榜 我现在可以说 它不值得信任 因为我们知道 我自己就知道 很多畅销书排行榜 是人为的在做出来的 这背后有黑幕 第二呢 是人家明着告诉你 那是畅销榜 它并不是说好书榜 所以畅销书不等于好书 人家没有骗你 人家并没有说好书榜 如果他说的是好书榜 你买了一本书 你说这本书不好 那还 这个话题还可以继续 说我从畅销榜上买了一本书 但这本书不好 这活该 你没看清楚 人家是畅销榜 那它不好 还怎么那么畅销呢 世界 大千世界无奇不永 它是一种存在方式吧 大部分人的 就 关于这个话题 我也说过 我原来打过一个比方 叫做书籍的金字塔 我是认为 书籍这种事 特别像一个金字塔的形状 它在基座下面 可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书 这些实用的书 好比说 就像我们刚才说 怎样胆薄衣 包括很多农民进城来买书 都买说什么一个豆角 怎么种 三季道 跟一季道 到底之间应该注意什么 这些等等的 这些书其实销量很大 包括像比如说新华字典 包括我们的一些 颁布的一些法律条文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金字塔的底座 它需要的人群非常非常广 那么中间 可能金字塔中间 可能是一些 打比方说 比如说文艺类的小说 散文 诗歌 这些东西 它可能在金字塔的中段 就是喜欢的人也很多 但是你远不能跟新华字典比 那么最顶端的呢 可能是 哲学 非常 这个 这个思想 就可能是这一类 或者非常专业的 比如说 嗯 哲堂史 比如像金谢林老师 写过一个叫哲堂史 你说一个哲堂史 会有多少人去看这个书 所以那么 你既然是在底座上 你就被压在下面 你的好像级别不高 你知道吗 你的身份 地位不高 但是你占有最大的面积 和最大的体积 如果在金字塔中段的时候 就你体积不如下边 体积面积都不如下边大 但是你是在中段 你的身份比他们高一些 那么最顶端 你自己在做 要做哲学家 要做思想家 你要做福尔泰 你要做这个萨特 那你就 自己选择了一个 经历 最经历风雨的 最高处不胜寒的一个选择 那既然选择了 那你就去做 你不能说我一边是萨特 我还在一边 萨特书也得卖得 像新华字典一样 这个是你不合理要求 嗯 这个理论很好啊 金字塔的理论 我觉得值得很多年轻的朋友 去好好地去思量一下 现在有一位观众 他在等待 跟您做一个视频连线 您朝右看 能看到他的影像 咱们把他声音也接进来 您好 这位观众 好 陈康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嗯 是球迷吗 我是南门谷大学 二十多次学院 零九自动化学生 我要问陈康老师 第一个问题就是 对我们大学生来说 正处于成长期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生的困惑 比如说生活 促世 学习 爱情 军美红老师曾经不是说过 一个句话说 一个人视野高度 决定他成就的高度 所以我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怎么能从众多的图书中选择 什么图书来提高我们视野高度 和积累我们人生的厚度 给我们终身打下一个 很好的赤匠基础 像这类书做最好的自己 不知道您听过吗 还有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您认为这样的书可以读吗 刚才您也说了 对文学方面 我想港大 像我们好像大一生 对李白 什么杜甫那些诗 好像不太感兴趣的 好像比较对成功 这方面的书感兴趣 想就这一点问一下 陈康老师 谢谢 杨甫老师怎么看 实用主义的阅读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做最好的自己 打败了李白 这个乔布斯 肯定没有看过这个书 对你还在这 我还得对着你说 您可以看着他 他看得到您 乔布斯肯定没有看过这个书 这个微软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肯定没看过这个书 我们中国的潘石屹老师 他们刚采判完 潘石屹老师 也没看过这个书 那个马云老师 也没看过这个书 对我回答完了 你觉得行吗 你又有个建议 他们没看过这本书 我自己就没看过 任何成功类的书 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认为取得很大成功的 或者社会上普遍认为 取得很大成功的这些人 他们都不是看成功学的书 这些书籍看出来的 你倒是你刚才 对于我们大学的成长期 会遇到很多的困惑 你记得想要生活 促事 学习 爱情方面 是吧 但是您说我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处理 从书本上面走吗 还是自己摸索 我不知道刚才前面说的那个你听到了没有 我是觉得你想 就是说阅读不是万能的 但是呢 不阅读又是万万不能的 或者说读书不是万能的 不读书是万万不能的 就是你他有可能会对你爱情有用 因为当你女朋友跟你聊起一本 那个托尔斯带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的时候 这个女朋友就跟你吹了 但是你能够聊得头头是道的时候就好了 就刚才不知道前面的讲的 你听到没有 前面我讲过这个话题 我是觉得就是你刚才那个话题其实更有意思 就是说什么叫比较 你刚才怎么说呢 叫这些词我都特别不会说 一个人的视野的高度 视野啊 高度啊 这些词我都特别不会 我只会说 郁敏华老师说的一句话是 他说 就是一个人的视野高度决定他人生的厚度 就是我问一下 从哪方面读书可以提到我们自身的视野高度和 积赖人生的厚度为以后的发展做好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觉得吧 你读成功学的书呢 不如去读一读 就是 比如哲学类的书 我认为不如读读这些 因为成功学的那些书都是从那里边抄出来的 比如说 你不如读读孙子兵法 不如读读这个老子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 我反正在机场看到 大部分的人在讲 就是怎么来成功的这些书 我看都笑死了 因为基本上把孙子兵法给他拆开了 然后举一些例子就完成了 有些人把老子里边讲的一些话 拆开了 编一些例子又完成了 你去找一下他们的根 这些就是所谓的哲学啊 思想啊 就是这些东西 于敏洪老师说那个高度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 还是就是说他的成功啊 但于敏洪老师肯定不如 那个比尔盖茨成功吧 比尔盖茨没出过 没学过这些书 好 谢谢你啊 不客气 陈克老师 杨葵老师 杨葵老师 你不能给我改信 杨葵老师 杨葵老师 对 不是说 定读书 不读书 有这么句话说 还有说有句话说 读书是用别人思想来构解自己思想是 但是在实际上有好多书 你说有些作家知名度 不管他怎么 但是他的书写得感觉不可信 你说我怎么选择 是选择知名度高的一些作家呢 还是从这种 也就是刚才 杨葵老师说 从网上面学一些排名高的一些书呢 是 你就 我刚才推荐了 就是说 你 从你所信服的人 比如说你信服 我就信服我的父亲 那我就听我父亲给我推荐的书 那些名声大小 有好多都是假的 所以你不用管他 你从你信服的人那儿 接受推荐 因为你从网上看的那些 网上那些你都信服吗 网上如果有你信服的人 你听他的推荐 这位观众 你现在个人比较信服谁呢 比如说你最佩服的是谁吧 杨葵老师说的有点听不清 他们话筒是吧 就是说你 我想请问你 你特别佩服谁 现在有吗 我现在特别佩服 李开复 那你就看看李开复老师推荐的书 或者李开复自己 就我看最近有一本 也是我一个朋友写的一个 李开复的一个叫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 最近刚出了一本 《未来同心》吧 那就看看李开复老师的书 挺好的 好 那谢谢杨葵老师 不客气 再见 好 这位观众 我想说一句 就是一会儿呢 我们会就你的这个问题和困惑 请现场的观众 一起来探讨探讨 我看大家也是对你的这个困境 很感兴趣 希望你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咱们来听听现场观众 怎么给你支招 好吗 好 谢谢主持人 好 再见 再见 好 这个观众很可爱啊 刚才我听到她在说到自己的一些现状和一些困惑的时候 大家也是议论纷纷 那我看这位女士笑得特别欢 你是有什么同感或者有一些新的见解吗 来 说说看 可以有请您起身吗 这位观众很可爱 其实我想说一下 你说现在已经到大学阶段了吗 就是说有句话是这样讲 进行书不如无书 我们看书你可以带着自己的价值去评判 如果你认同这位作家的思想 如果你认同这位作家的思想 我可以吸收他的思想 如果我不认同的话 我可以 可以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想的是这样子 再听一讲 嗯 尤其说现在这样大学生嘛 有很多的困惑 这也可能说是自己的一些思想 要去 自己去澄清嘛 看书 刚刚像那个杨老师讲的说 像那个排行榜啊什么之类的书 我觉得好多书可能说 现在他们看哲学看不进去 可能他们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 他会知道可能真正他需要的是哲学的思想来知道 如果他有那么多的困惑的话 可能还是真正说像我们中国最古老的哲学 老子啊那些 可能他真正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时候 再来说有时候看书可能也是自己的一种心情吧 嗯 就我今天来听这个讲座嘛 我就是想到有一幕是 我有一天可能在北京 我们年轻人水都会经历过那些异竹啊 租房啊什么这些挺困惑的 有一天早上也是刚刚换完一个房子 当时心情感觉挺不挺有点沉重 嗯 上班之前我就随手拿起一本那个唐诗那本书 我就看到一句话是 此心安处是无乡 当时就让我心情很平静 因为我选择了北京这个地方 就这里让我心安 这里就是我的家乡 第二家乡 可能说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让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看到这一句诗 我可能我没有什么感觉 跟自己的一个心境有关系吧 嗯 好 谢谢 请坐 我们再经营这位女士 就近吧 先传递给这位 您刚刚举手了是吗 好 那个是这样 刚才呢 那个听了几位的观点呢 我是有一个这样的观点 跟各位看讨一下 那本身呢 我们觉得在贤书方面呢 我有这样一个观点 跟大家一起沟通 那我们来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 所以什么叫贤书 那么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 知识跟素质是两个概念 那么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呢 他可能是读了很多专业方面的书 但那个可能相对于他的专业来讲 就不属于贤书 但对于我们来讲 可能就属于贤书 就像那个 我们刚才杨老师的一个观点似的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的贤书 是怎么增加刚才那个网友说的 怎么增加我们人生的厚度 那这个素质方面的书 可能就是很重要的 那素质方面的书呢 可能是精实子极 可能就重要一些 但是可能那种大不头的东西呢 可能他读不来 那么我倒推荐像那个读者呀 这类的精品小文 这里边呢 他也蕴含着很深的哲理 我们也可以去探讨一下 去看一下 嗯 非常精气啊 好 我们把话筒往那边传递 那个杨老师好 你好 我想跟那个刚才那个大学生聊一聊 是这样子的 他现在的困惑是 他学习是为了什么 他为什么要提高自己的厚度 他不明白他将来学习是做什么的 如果他认识到 他学习是为了为了别人学 而不为自己 那么他的厚度会越来越厚的 那么我很赞成您的观点 就是读书 首先读史书 读哲学书 读那些思想境界比较高的书 那么读这些书以后呢 你可以判断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世界上的人与亦云是否正确 我是观点 还有一点呢 我想跟你聊聊 您曾经提过您很自卑 我认为没必要 也可能咱们是同一年代的人 那么咱们生活的家庭经历 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感觉您的父母是高知 我的父母也如此 那么呢 咱们生的环境 可能没有生活在赞美心中 总是在贬低 打击 那么人的心呢 会很压抑 很自卑 还好 我是谦虚的 其实我不太自卑 我为您自卑而感到很着急 因为我看您坐着很阳光灿烂 突然说自己很自卑 我很着急 那么如果您很很灿烂的话 我就是有时候偶尔会自卑 比如说昨天刚才回答这个同学的话的时候 他们聊起科幻小说 他们说的头头是道 我突然就有点自卑 我为什么没看过那么多的科幻有 但是一分钟之后我就不太自卑 我就训他们了 感觉跟人的爱好有关 好 还有呢 主持人刚才说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流行的书 不太好 大家会喜欢 那么我曾经听过名人 好像是曾世强曾经说过 那么电视上拍的东西 狗咬人的 大家没人去看 那么人咬狗 大家会看的 为什么会 很多很流行 就是因为他写了好多人咬狗的事情 而第一个事情呢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看书之前选择对自己思想有进步 有提升的东西来看 谢谢 谢谢 好了 谢谢这位观众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您说该不该看武侠小说了 你想看就看 那您难道不觉得武侠小说 有一点那种个人英雄主义吗 那我还觉得比如说 我觉得毛主义书有好多个人英雄主义 但是这个事情 就是比如说 比如我们说红色经典 比如说我们说红色经典 这个都是学校课本里边 肯定要建议阅读的 那里边个人英雄主义太多了 可是这个世界 他肯定是一个人 他是干不出事了 如果把比尔盖茨 他手下所有人都撤掉 比尔盖茨 可能就挣不了那么多钱了 这是肯定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 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 需要那个 你的意思就是说 个人主义这个事是不行的 对吧 对 这肯定行不通的 但是为什么 那就要从武侠小说中细举什么 但是我看武侠小说 我就没太看出来 个人英雄主义这两件事 我看到的都是那种 就是人应该积极向上 人应该积极追求 就是都是看到的这件事 就真的 我就没看到有什么个人英雄主义 但是 比如说这个叫郭湘 一大批 大批金庸 我比较老 就看到金庸 古龙这些人 再年轻的武侠小说就没看过了 我看到的都是那种大笔天下 韩世巨欢言的这种气概和这种胸怀 我觉得这都很好 我没看出什么个人英雄主义 但是您没有觉得那个武侠小说有点千拼一律吗 就像一开始就是怎么说呢 就先制造出一个特别强大的敌人 然后经过某种特定的修炼 然后修炼成一定的强度 然后再把那个敌人打败 然后这样就结束了 那很好 我觉得你要看到武侠小说 看出这一条来 就很棒 就说明你看这些书 慢慢开始自己有一些自己的总结 而且你找到了一些规律 然后你再看下一本的时候 你就可能会有点厌倦它了 你一看又这样 我就不看了 那么正好你又可以去看开决心的书了 就不用 因为我个人也认为 比如说我自己也觉得很耽误时间 我就没有看出你这么多的内容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傻乎乎把所有金融的书全给看了 所有古董书 我要早点看出来 我可能就不选择了 因为看腻了 都一个套路 好 谢谢这位观众 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待会儿再来进一步的交流 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聊一聊 怎么从贤书中读出大价值来 我想你有很多观点 在下一部分还有机会来发表 好吗 好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